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恐怖 我有一个最傻瓜的事情想必大家肯定不知道 什么 谢谢小子 好的就是刚刚那样就是我最傻瓜的事情 就是话说一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就说实话这我也有一个 我先说 你说我每次上游戏的时候都要真第一 呃 这事情都要冲在你们前面 其实真第一很很傻吗 他有时候真不过我 这不是小子今天干的事吗 不是他每次都把我往后面抛一下 我就知道他肯定给我这么 瞧瞧的 然后我就到第一了 这不是幼稚的事情吗 这啥关系 哦我知道了 之前学会了做菜的时候 切那个是 是什么来的 什么叫啥呀 这儿 蒜 然后我不是先把那个蒜拍呀 然后就把壳去掉 结果去掉的是肉不是壳 然后就在那切那个壳 然后就在那切那个壳 肉好帅有肉 嗯 就是 里面那个炮肉 蒜肉 他就算吗 这个你算了 啊 他就算 爽瓜事件 算 我有一个小时候做过一个很傻瓜的事情 就是电视它会热嘛 我妈妈每次出去之后 然后我会突破电视 然后我会突破电视之后 我会突破电视之后 我也是 我会把 我会把那个毛巾沏湿 我都放在那个基盖上面就把它散热 那不会烂吗 就是有一天我那个水加多了 还没有拧干 那个水就渗到 那个电视机里面 就能电视机就快了 强了强了 可以见别我爸 我爸我们奶奶在脚 我也可以我可以 我也可以 我真的 我妈在楼下的时候 就是我 不是 不许不值两个 上楼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小生是那种矮的那种房子 然后他从一楼进我们那个单元楼里面的时候 我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是太好了 对啊 厉害 直接关电视 丢了这个遥控板 就往房间里面做作业去 而且我知道我奶奶上楼梯的时候 喜欢去碰一下这个扶手 碰的那个声音特别响 有些时候他在那哼 下子有些人 我特别差 我穿小假的 你要被衣服反穿不是啥 今天原来其实还不算小 我老机有一天问我 只能针往南指 我说往南指 只能往北指 只能针往北指 这种傻瓜的问题我也打得出 我笑了 只能针往北指 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 我问我妈 这个窗户能不能打开算傻瓜的事情 这窗户能开我透透气吗 耳机不是有降噪吗 然后他一降噪你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了 特别是你放歌的时候 放那种节奏比较嗨的 听起来比较 气势比较 我活的时候那种活着 你就想 动下意识地 摆动起来 有点尴尬啊 但是实际上就是 别人看你的视频就是 好傻 请问 还有什么事戴上耳机 在公众场合的时候 没有发现耳机没有连上 然后他外放着声音 你戴上耳机 有比这个更尴尬的事情 射死去 我今天晚上在机场的时候 因为我不知道以前为什么 我听过一次 那个凤凰穿袭的最选民族风 然后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事情 我手就突然就想 就是你已经连在一起了 打上一碗很宽点 要是贼尴尬 尴尬来说吧 赶紧了 我帮你说一个 你小学的时候 可能看过什么动画片 然后就看跑步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很像 就是那种 男生的迷惑行为 走在路上突然表演 无实物投篮 你喜欢投篮的时候 你走着走着就像在街上投篮 走在路上突然模仿 动漫人物跑步 我喜欢活影的时候 在街上走着走着就像 去回跑步 走在路上突然假装打拳 幻想自己是拳王 打拳的人走着走着就像 在街上挥一两下 这是信仰 你在你 你在你 你们小时候 还没有玩过那种 打僵尸的游戏 打怪在场上有点 对对对 你死了 你死了 我抓到你 我们班有两个同学 还因此打了去 有时候 睡衣 没干的时候 就拿睡衣当睡衣 他就围在下边 哇 你想挂的吗 这不是想挂的吗 这很聪明 OK 来选拳一个最想挂的人吧 我觉得我是啊 我只能在直北 我觉得我是啊 还我说的啥 大蒜 大蒜 你不傻 我左脚和右脚摔倒算啥吗 我也有了 我也算了 FIRST BLOOD 你演啊 小脑突然 没这样过弯 这时候哼不清左右算啥 也是小脑 Double kill 小脑 你要这样 你的眼睛 是神奇 你惊奇 兄弟 新炸了 那到底谁是想的 我的傻 好 不想 好 我们有人结束了 冠军 大家有傻瓜这首歌 这首歌 请大家多听一下我们的傻瓜 到副歌的时候一定要跟着一起唱哦 也希望大家多回想一下自己傻瓜的事 让自己开开心心的 每天 所以想起来了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微博评论一下 哈哈哈哈 在京哥 我以为在录ID 京哥下面评论一下你最傻瓜的事情 可以把那个姻缘的那个视频好好看一下 把它记住 下次见面的时候可以来 好的 我们大声一起喊出来 今天就这样了吧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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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